好 鼎心的門神究竟有多少尊 我們來看看這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被扯了進來 好 那麼時間點回到不管是2000年到2004年她擔任入委會主委的時候 或是06年到07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呢 就藍營就指控她說其實就是由她在位的時候引進鼎心 所以引進黑心油 我要講的就是不管是前朝或是當今其實都各打50大阪吧 你說實際門神是不是大家都有份 民賢 我覺得這理由其實還蠻扯 對啊 這其實是吧 從上禮拜三的中常委就開始講 講的時候結果旁邊的記者就轟然大笑 他就等於又把鎖水油 混油的整個事情 整個又推到前朝 說整個又是前朝的錯 然後這又是跟特別廢案一樣 那歷史貢業啦 變成歷史貢業 可是你執政你就要蓋瓜承受嘛 並不是說你發現了 你還要去查 而且他執政了六年了 問題是 六年多了 快七年 對啊 你什麼都推給扁政府 然後又要扁出來救援 這一招在選舉其實是行不通的啦 那當然說大家要查門神的部分 我相信我們也去查過監察院 確定除了卓博員之外 他有收過頂心的相關企業的政治獻金 合法的不多啦 小小比 所有藍綠的政治人物 包括馬鑫九 還有民營黨 中央 蔡英文 全部都沒有收過頂心相關企業的政治獻金 所以檯面上一毛錢 他們都沒有收過他們的政治獻金 檯面上 對 那至於檯面下的大筆的那些 那如果他們要捐的是超過一百萬 如果是幾千萬呢 或上億的部分 那一部分現金 那有人知道嗎 對 那差不出來啊 說馬團隊十億嘛 也是講個很籠統的馬團隊 這部分國民黨已經提告了 我批評 對 給您告 我批評那些沒有錯啊 他說 這個是檯面下看不到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檯面下的 那我們看到說這件事情一直以來 馬鑫九他講這句話其實 他其實不應該講這句話 但他要強調的是說 不是只有他的問題 這個是一直以來的問題 大家不要都怪到國民黨身上 但他陳述 他陳述了 他陳述了 你給我講一下 先讓我講喔 他陳述的也是事實 原本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錯 以前的政府有錯 但現在政府也絕對有錯 現在是馬鑫九執政 他就要負起責任 他已經執政六年多了 但他們現在想的就是 蠻好都是選舉 所以他才會講出這種話 那就是錯的啊 什麼叫你蠻好之後選舉 你蠻好之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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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我們人民好不好 你在想什麼啊 你今天 你今天住了六年 然後你乖到別人身上 然後咧 如果是我說的話 你今天什麼頂星啊 TDR 入主台北101 買地保啊 搞什麼土地開發 這種全國性的利益 你覺得真的是小小的屏東現場 就可以幹的出來的事情嗎 你馬鑫九 你要不要用你的水母腦想一下 你竟然講得出 那是前朝的人在做的事情 你直接下台了好不好 像我其實我覺得就是大家不要再用門神這個字 這樣有點侮辱門神啊 沒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事情到現在就是說 變成說中央地方都會互踢皮球 那不管你是 就是有意的去包庇 或者是無意的疏失 其實它都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說 百姓大家都受害 那我認為說到現在就是 最近要選舉了 大家其實都會 又變成一個選舉議題 那大家要看的是選舉後 那監察院有沒有要介入說 相關案件的獅子官 有沒有必要去針對他去把他 我覺得把他犯了 這部分比較重要 像那些倒掉的小商家 其實應該都可以求償啊 但是問題到最後 每一個罰九塊 那有什麼用 那家瑜 家瑜 家瑜 那你提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相關 相關產業人士 就是我們會認為說 像這次的泄密事件 也不能講泄密 就是一些資料讓那個集合 就是泄密 對 就是泄密 好 那我覺得就是有一個狀況是說 政府拿到資料 第一手拿到資料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公佈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 第一個原因是 政府他們可能看到資料 但是覺得事態非常嚴重 但是他不能保證說 是真的 要先確認那個資訊完全證據 越南那邊傳來的資料 他們不能夠確定 一定要確認說完全證據才能對外公開 不然這樣其實會引起很大的恐慌 然後第二個是說 政府就是他之前 本來就沒有蒐集到相關資料 他們手上是空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公開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失職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目前政府有這兩個問題 那我想提到一點就是 像剛剛講到協明事件 就是 像我們環境檢驗所 就是對於那些檢測業 環境檢測業的管理方式是 今天我要去 我要來你這家工廠去場 那你們本來就應該要我一些資料出來 那如果我到了 你資料拿不出來 直接開罰 不是說沒有資料我們無公 我反不自到 你沒有資料就是開罰 我覺得這環檢所都可以抓到資料 那可能衛福部或是一些香港單位 能不能抓到這樣 就是我們就是到了 你沒有資料你就是吧 就是這樣 那你不會提前打電話 叫跟他們講說你要去嗎 不會 直接有給你補充一個 這是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發現最誇張的 衛福部食藥署人英文不好耶 真的 他們不懂英文字耶 前陣子南條向越南進口 那個牛油的時候 後來發現他們英文解讀錯誤耶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自己搞污農啊 後來我們在傳說 這些念博士人是英文搞錯 對 一開始像澳洲進口是for industry use 這是產業用 可以 工業用 人可以吃 人可以吃的 Industry use才是產業用 不能人吃的 後來衛福部把這搞錯了 就說這不行 這工業用就要全部都要下架 其實衛福部自己食藥署自己的英文都搞不清楚 以前可能就看我們的總統就知道我們英文好不好 所以上次南橋的事情 他下架之後造成南橋很大的傷害 當然南橋沒有要申請國培 可是你就會看到說 他快一點 慢一點都會有很多的狀況 所以要不能夠太快 也不能太慢 反正現在不管怎麼樣 看起來就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嘛 尤其現在傳出了 在這樣子一個風波之下 頂星還要搬錢了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繼續討論 我會有什麼事